第一堂課叫做 《珍愛生命,乳癌荷爾蒙標靶適合使用嗎?》 這東西其實今天講的題目最主要是說 我們荷蒙的部分,過去的荷蒙治療 大家都認為說荷蒙治療就是純粹給荷蒙藥物 大家都認為說荷蒙受體陽性的乳癌是沒有標靶藥物的 但是其實這個觀念是大大的錯誤 等一下會跟各位講 一直都認為喝吐乳癌的病人才有標靶藥 其實不對 其實所有的荷蒙受體陽性乳癌的病人也有標靶藥 而且在上個月就已經正式進來台灣 接下來的兩年內會有更多更多的這種標靶藥進來台灣 幫助這些荷蒙受體陽性乳癌的病人 首先我們每個做乳癌的醫生 都希望說幫助我們的病友 跟這個乳癌的魔神做一個對抗 這個對抗很重要 當然打仗的時候都知道說打仗要越多武器越好 越多的子彈越好 然後越多子彈越多武器就越有肌肉營 跟乳癌的對抗來講也是越有越多的子彈 越多的武器越好 但是有一個問題是說 到底這些武器一定要這個很火力強大的武器嗎 一定要這些火力強大的武器嗎 一定要說每個乳癌的病人都一定要打化療 還是說你就去買一個很貴很貴的藥 很貴很貴的藥 像這個卡特總統 這個卡特總統大家都認識他 這個是跟我們台灣斷交的那個年代 跟我們台灣宣布斷交的那個總統 這個民國68年的時候宣布斷交 這個總統後來真的有一些對台灣不好 終於後來上天還是給他應有的一些反應 他在90幾歲的時候得了一個癌症 得了一個黑色素瘤 後來這個黑色素瘤他去找到一個很 剛好他身逢其實 發展出一個很好的免疫治療 讓這些黑色素瘤當他的黑色素瘤 在四個月內就完全好了 其實對乳癌來講 對症下藥非常的重要 因為每個人的乳癌都不太一樣 所以千萬每個病友一定要知道說 前面那個病人打的藥 前面病人那個用的藥 不代表他適合用在你身上 千萬不要跑來跟醫生說 為什麼你對他比較好 那我就要打症他就可以吃藥 那我就可以打標靶 他為什麼不可以打標靶 這些東西是每個人狀況都不太一樣的 那我們都知道說乳癌的病人 其實很有名的就是 有一個喝吐的基因 是由這個醫生去發展出來 這醫生就叫Danny Sleeman 這個醫生是一個美國的醫生 美國醫生發現到說 其實乳癌的病人 大概四個人當中 會有一個病人 是喝吐陽性的乳癌基因的變化突變 這些喝吐陽性基因乳癌突變的病人 基本上他們的反應 治療的反應 過去傳統治療的化學治療的反應不好 後來這個Sleeman醫生 就發明一種標靶藥物 叫做賀癌品 它就可以用在這一類的病人 說來從1990年開始 我們喝吐陽性乳癌的病人開始 有了一些新的治療改變 就是喝吐陽性的乳癌病人 有了標靶藥 有了標靶藥 但是我們的乳癌的治療當中 除了化療、標靶 有手術、放射線治療 在乳癌的治療來講 跟其他癌症比較不一樣的 它會有一種特殊的治療方式 叫做荷爾蒙治療 我們今天大概會花一點時間來講 為什麼乳癌病人可以用荷爾蒙治療 荷爾蒙治療的選項有哪些 我們怎麼樣去善用這些荷爾蒙治療 讓乳癌病人的生命可以延長 生命可以活得更好 生活可以過得更好 為什麼要特別講這個呢 我剛剛已經提到 喝吐陽性的乳癌當中 大概四到五個病人中間 只有一個人會是喝吐陽性的乳癌 也就是說 如果要用喝吐標靶的病人 大概五分之一到四分之一的乳癌病人 會有標靶藥可以使用 可是我們荷爾蒙受體陽性的乳癌 占了多少 在停經前的婦女來講 大概有將近有六成的人 是屬於荷爾蒙受體陽性的病人 但是如果是停經後 大概有三分之二 大概超過將近七成的病人 是有荷爾蒙受體陽性的乳癌 所以其實荷爾蒙受體陽性乳癌 治療的需求性 它的治療的應該要把它 更清楚的講清楚來 會比喝吐陽性乳癌的病人 要來得更重要 因為它族群更多 人數更多 在座各位應該有非常多的人 是屬於喝吐 這荷爾蒙受體陽性的乳癌 有在吃荷爾蒙藥的病人 這病人還是比較多很多